攝影技巧 攝影趣聞 器材動態 自家攝影 省影靚省 這裏有招 攝影有蜜招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又回到我們攝影有蜜招欄目 我是主持人阿忠 我是李敏鴻 上個星期我們跟大家分享了日落拍攝 雲彩 今期至我們意猶未盡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樣去拍攝雲 不是只是日落的時候 是平時我們遇到很多不同的雲的狀態 怎樣去拍攝這些雲 一跟我一起出去拍照 你可能有很多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一次經歷了很多 由金門橋一路拍拍到上大霧山那裏 但是大霧山究竟現在是怎樣去的 我都不太記得了 可能在我們這裏 去大概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 以後如果找出來再幫大家講 好嗎 那個大霧山的特點很怪的 可能是灣區比較高的海白的 我們從山腳下一路 一路繞著環山公路一路一路一路上上 一路就上到山頂 我們上到山頂的時候 山頂那個雲還未散的 但是我們在雲裡頭 上到去過了大概一個小時才散的 整個過程中經歷了有雲 有雲海有霧有陽光直接的經歷 很豐富一次就可以經歷了這麼多這麼多的體驗 我們上山的時候是陽光燦爛的 就是還未有雲的 就去看上去一路向著山上走 有時候我們在平時看上山到半山 有一些雲霧有些什麼時候 其實當我們的車封過去的時候 其實那裏就是一些霧來的 就是穿了一些雲過去 所以你剛才說的那些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會在那裏碰到 在外面拍雲 那些雲在山的中間 或者在山頂上哪裏飄近的時候 我們在下面拍下去的時候 就像是雲帶一樣的 很老友 拍下拍下 你就不知不覺 你人就又在無雲海中 又是一種不同的方式 拍下拍的雲就一直吹過來 將你的人淹沒在雲海之中 好像神仙一樣 所以我們拍的時候有些提示 就是一定要利用恰當的曝光 才能夠拍出這些有震撼氣勢的雲海 所以這個是假設 如果是藍天白雲 陽光普照 這個時候天氣是最乾最涼 這個時候我習慣就是用快門速度 大概是125分之1秒 或者250分之1秒 有時候如果有少少薄雲遮住的太陽 我又會增加少少 可能60分之1秒 基本上我都在這個區間 我通常我現在眼眸又眸 眼眸又眸 手又震 反而我多數通常 首先我用了沒有腳架的情況下 我肯定會用這個速度先出 因為我自己知道自己現在的不同的事 曝光方面 我現在都會依賴相機裏面的自動曝光 平均測光 平均測光最多在補償那裏 上次你說過一個最好用的自動補償 我們所謂以前曾經說過的 括弧曝光 在一張照片裡頭 加正常曝光和加減 前後加減 曝光就會拿到一張比較準確的 但是這個方法我覺得適用於平均測光 現在的相機很準的 平均測光 我基本上滿足了我的創作的要求 我是用IW格式去拍的 寬容度比較大 曝光略為多了或者少了 雖然有影響那張照片色彩那方面 但是都能夠滿足到我創作的要求 實際上我們那次去 我們一路開車一路環繞著山 環山路一路爬 首先在下面的時候 我原來陽光燦爛的 就是花月往上走 就開始進入霧都 好像在山的雲環繞著我們整個山 我們就等於現在我們說的是霧 就是霧 漸漸進入了這個霧 就變成我們眼中看到的霧 那個霧本來如果拍照 都相當相有意境的 你有沒有專門去拍過這一類的照片 很多時候這個時候會用慢門的 用腳架這樣出來的霧 看起來好像一些仙氣 那個我感覺不用慢門 它都會達到這種要求 我再講一講這個實際影響 被雲包圍著的時候 有一個特別需要注意的一張照片 如果你完全沒有了反差 沒有了的時候 就是白蒙蒙一片 那怎樣去處理呢 你就要在最前景呢 一定是要安排一些比較黑的物體 比如樹 在這個霧天裡頭拍照 它越近你的鏡頭前面那些 那個就越黑了 因為那個空氣透視 它越不妨礙你 越遠的那些霧的左隔就越大 就越白的那張照 所以鑑於這裏呢 我們通常會前面利用一個很漂亮的前景 一棵樹來作為前景 又作為這個作品裡頭的黑色那一部 就是等它這張照片裡頭有白有黑有灰 那就形成一張很漂亮的一個霧景 這個應該用黑白好些吧 它實際都是黑白的來拍出來 那次出去呢 一直環繞著山一路向上 那個霧就越來越大 那個雲 在那個雲裡頭 一直這樣又別有一番風味 但是呢 很多人 我們以前呢 很多人都在這裡 遇到這些情況 拍出來呢 就白蒙蒙一片的 沒有東西看的 因為它的相機的鏡頭 不能夠好像人眼那樣去適合這些 那些東西 它只是客觀地去反映出這些景物出來 那我們就要想 怎樣才能拍好它呢 這張照片有黑白配三種 這個三個三種顏色在那裡 那所以呢 黑點去找出來呢 就在自己近的 利用自己比較近的 又比較好的前景 那個就是作為這張照片的黑位 那如果有了這個黑白灰 那這張照片就完美了 那你就應該 我那時候都比較喜歡拍霧景的 所以我很多時候 一有霧的時候呢 我就會去到那些樹林裡頭去拍這個霧 那我們這次上山呢 一路走了十幾分鐘都在霧裡頭 這個時候是用廣角或者標鏡會更加好嗎 選用的鏡頭 我覺得要看你景物 如果在這個時候呢 廣角鏡呢 我覺得不是很適用 因為它說它取的角度越大 它那個空白的地方越多 你覺得會不會是這樣呢 如果你建議大家用是用標鏡 或者是中指 我通常我覺得用標鏡 最構圖比較緊湊一點 如果你這麼大的霧 灰霧呢 它裡面肯定就是白位太多 白位實際是空的地方太多 裡面沒有內容的地方太多 那你就盡量不要拍太遠的景物 這個這個很關鍵 不過大家遇到的景物都不一樣的 很多時候我想大家多於去實踐 但是呢 一定要保證一張作品裡頭 是黑白灰的存在 這個時候息溫會比較高 息溫 因為它這個息溫高的時候 應該很容易調 現在就 在那個霧中這樣的情況下 那個息溫是相對來說會比較高的 是啊 散射光嘛 因為散射光呢 它是高息溫的 就是說是超過6000以上的 我們上一次說過 如果你用到Law這個file 這個影的話呢 我把那個息溫放在主要的位置上面 因為它可以調教 即是數碼相機本身就可以有這樣的功能 可以將它自動去平衡 先你講到那個息溫問題呢 現在那個數碼相機的自動調節息溫呢 很準確 數碼相機已經科技發展 越來越準確了那個息溫 所以我通常都沒有考慮到息溫 我就用自動息溫的 我們剛才講到的一件事 我覺得大家都可能用Law文件 它沒有那個正版的Photoshop 可能解不了Law的 會不會現在在我們講的一個是 相機本身自帶的軟件可以解釋呢 暫時都是 因為Adobe那裏 它專門有個DNG解Law的軟件 是免費提供的 可以使用這個下載來解釋嗎 它將你轉換成DNG的格式 然後就可以在那些 較低檔的軟件裡可以使用 即是比較基礎 不是低檔 比較基礎的軟件 即不是那些 是的 所以Adobe專門就給了一個 免費的軟件 給大家去解開這個Law file Adobe都是人性化的做法 是很得心的 我曾經都用了很多 那時候很多這些去解Law 向前穿過了這個雲霧以後 開業又見到藍天白雲 是的 這個時候 差不多到山頂了 拍攝的感覺好像不一樣 上到去那時候都11點多了 那個時候你剛才說息溫 11點多的息溫又開始轉為高了 是的 是的 那息溫高在哪方面 拍出來的東西是藍色的 很硬的 反差沒有 反差沒有 我們說的偏冷 偏藍 偏藍色的 所以上到山我都是拍黑白 拍菲林 我就使用了偏震鏡和ND鏡 因為不是太強 拍出來的相當硬 你覺得很對 剛才提到這樣 我留了一件事 當我們鑽入個霧在雲海裡面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非想的 我就會加了個黃色的濾鏡進去 讓它提高了個反差 但是數碼好像不需要 這個東西 雖然你進了雲海 大家拍出來都沒有什麼顏色 所以我們又要選擇來自己比較近的景物 比如綠色的葉 要來自己最近的 它就能夠在霧裡頭表現出它的顏色出來 經過大家去實踐的 如果大家一起能夠共同去創作一次 經歷過這些事情 大家都很明白 為什麼在霧裡頭 我們又要用不同的方法 鑽入了雲海 裏頭又用不同的方法去拍 這個就不斷地實踐 就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照片 那你剛才說 你適溫的問題 適溫不可以用任何濾鏡去解決 但是你可以在影調作副做一些這樣的條 是的 尤其是很強的光線 你又想希望拍到速度稍微慢一點的時候 那些中性灰鏡 ND鏡是很有幫助的 藍天環下有時候有些霧霧 有時候你看遠的時候 看上去好像不是那麼清晰 有時候霧霧 你加了這些鏡 它會提高了清晰度 有很多時候大家拍的時候是沒有遺疑 但是當你加了這些鏡 你可以對比一下它的色彩 是飽和了很多 其中一個我覺得 你如果提到濾色鏡這樣計 很早期的時候 看過很多人在網上去討論這個 究竟數碼相機 需不需要用漸變灰 菲林時期 我們是有很多這一類的鏡頭的 因為它的尖空和地面的反差很強 比例那個反差很強 如果你不用漸變灰和其他漸變的雷色鏡 你很難處理到它的反差 有了數碼相機之後 是被數碼相機改變過 隨於Photoshop越來越深入 大家都在使用著 大家都創作了很多方法出來 當你陽光的反差特別強烈的時候 他們通常會固定一個相機 用腳架將它天空和地面 和中間影調的各個不同的天空的曝光和地下的曝光 和中間影調的曝光 分別不同地拍出來 然後就在Photoshop讓它從圖層處理它 所以有兩種不同的意見 有些人就說要用濾色鏡 就是好像將天空和地面的反差降低 根據大部分人 他認為現在的電腦技術越來越 就是成熟的時候 就要分不同的曝光去控制這個影調 我亦同意這種說法 因為它得到成像更加完美 淚色鏡反而有些缺陷 所以我覺得要得到比較好的圖像 我還是贊助不同圖層的處理方法 但是現在不是每個人都懂得 閒熟地去使用這個工具 用得好的時候兩種都是異曲同工之 兩種方法都能夠用得好 都能夠製作出一幅很漂亮的圖畫 大家都不需要說一定要爭出 你對跟誰對錯的問題 都是有些經驗在你自己的實施中的積累 是的 而且用濾色鏡 支持用濾色鏡的人 我想多數都是從菲林那個年代 進入到這個數碼時代 所以我現在濾色鏡 我出去了我都要駕很多種濾色鏡 你沒有數碼了 全靠你用那個濾色鏡去改變你的影調 和你的反差等等 這個跟數碼相機有些區別 我是菲林發燒有 所以你最喜歡都是使用菲林吧 到目前都是 深深懷念菲林那個年代 另外就是當我們去到山上拍了一些 那麼我們又慢慢下來 那麼就去到海邊 我們下來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山上的雲已經冒了 已經沉了 被太陽一曬 蒸發過 是 散了 現在又回到海邊 又走了 我們已經要走了 我們看下來那個 在海邊那個雲 又另外一個感覺 那麼這個時候 希望能夠將那些雲拍得比較漂亮 就需要等一等 稍為硬一點 因為正的時候那些光太強了 我們現在下午這個時間 那些光相對來說 就沒有那麼硬 就開始正式 頭影長一點 這個時候拍照片 那些主體就會出現更加好的質感 那些立體的光做襯托 那些雲更加獨特一點 那就是說這種說法 就是說又提供了更多的便利給大家 恢復我們隨心所欲 就是自己喜歡的一個創作的感覺 如果我們那月應該下山 差不多四點 四點鐘的息溫開始就越來越柔和了 就是越來越... 光線開始柔和了 又改變另外一種做法 那邊我們又要留意天上的雲彩 有什麼變化 海邊上的遊客又多了 例如提菜又豐富了很多 這個環境我最喜歡就是選擇那些 牽著小狗在那裡很悠閒地在海邊 漫步的那些對象 就是想借這些過來作為一個主體在拍攝 是嗎 是啊 它代表了我自己的心態 那時候 哇 很喜歡這種溫馨浪漫 特別那時候我就最喜歡找拍拖那些 拖著小狗 拉著小狗 啊 這樣就去拍出來 這種題材很多人都很喜歡欣賞 就是給人一種浪漫溫馨的感覺 你當時拍了什麼呢 你當時 我拍很多 海邊一落到海邊 我就不停地拍 不停地拍 我最 比如主體多數都是一對的 那些拍拖的情侶 代表著我們一種幸福美滿 就是在我們的照片 在我們的作品裡頭 會體現出一種這樣的主題 是啊是啊 有你自己的個人的想法 在這個時候我就很喜歡拍沙灘上面的不同 甚至我有時會利用沙灘作為前景來拍一些雲 等到那個海啊 海天啊 那些變化在那裡 因為沙灘那時候很多東西 我聽你說 你用了一個慢緩的速度來拍這些題材 我其實都會使用的 每一種方式 而且那個雲呢 如果你是能夠拍得很特別的時候 那些雲呢 都好像一些海浪那樣 變成一絲一絲的 我們有很多時候 會見到那些雲表得很快的時候 你使用慢鏡 或者加了那個忠誠灰的鏡 那出來的效果是很特別的 是啊 我經常都好像你這樣說去用 因為落到山上 我的心態已經很悠閒了 我通常我是怎樣的 我對著水對著 加了一個減光鏡 加了腳架就在那裡按 那麼快門 我通常就按我那個自動的減兩檔 小光圈等那些流水流 雲的那種 等它慢慢經過我的鏡頭 拍出來好特殊的很多東西 確實是 有一件事 有些會疏忽了 就是說呢 現在我們無反的鏡頭 無反的機身也好 有反的機身也好 它的五靈鏡會滲透一些光 所以有時候可能你不遮住 這個五靈鏡 等它會折射 那些光進了感光元件 你有沒有試過這種 我們一般是希望大家 會使用那個 有一個專門遮那個窗口 有蓋的 就是那個觀景 是的 就是它遮住它 因為很多相機都會配的 都有配備 這些可能很容易跌的 這些小配件 或者洗完一次 可能就不見了 我的告知是穿在那個相機帶上面 那我就最悠閒了 拍這些東西 我在海邊 我曾經拍了整個小時 我都是這樣坐在那裡 怎樣呢 我把那張帽子抬下來 吸了到那個五靈鏡上面 我不管它 看到有人走 或者那個雲飄得快點 我就按一按快門 按一按快門 當然就不看的了 就是心中有那個景 已經在那個深度裝了下去 在那些海邊 或者是有些水的邊 拍這個雲的時候 有一種方法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 靈活地運用 就是拍倒影 通過那些水 反射那個雲 這樣拍出來的倒影 就是很特別的 很多時候 人家只是拍雲 無論藍天拍雲也好 或者是玩鞋也好 不同的雲也好 如果你是不停拍 你是感覺到那個 比較平的畫面 但是當你有倒影 利用那些水的反射 倒影以後 你會發現整張照片 有立體感的 我不知道老李 你有沒有 我覺得你可能 更加有這方面的感覺 我剛剛學了一招 這一招 就是前幾天 我才去實踐了 我就是用手機的背面 作為一個反射的一個介質 我看完 雖然我拍這張照片 我只是一種嘗試 我又剛剛學回來的 一招真理 所以我經常上網 我都會看看有什麼新的創意 我們的手機背面 就很光滑 好像一潭水一樣 那完全可以做到 一張很漂亮的倒影 那我就不妨試一試 雖然不是很成功 但是畢竟我是第一次 這樣學到這種新方法 大家有機會 不妨去學一下這個 就是剛才講到倒影 你說的 我就這種新的倒影 確實是 這個倒影這個方法 是很有創意的 很多人都是通過這個來拍出來 很多漂亮的照片出來 但是我還是喜歡你所說的 在現場拍到的倒影 那個更加 你不需要做任何修飾 它就是 一看它就是真的 任何時候 你在拍雲的時候 你一定要看到 當時的雲是一種什麼的雲 任何的雲的變化 它拍出來的效果都不一樣 有時候 我舉個例子 好像我們很多時候 在金門橋上面發現有雲海 那時候拍那些雲 即是無論你什麼時間好 一早一晚或者中午或者下午 它那個時候出現有雲海 你其實都可以通過 剛才那些方式 用不同的方法 都可以拍出不同的雲的效果 特別是一早的色溫比較低的時候 你可以拍出一些雲 是有些紅色 有些紫色 就是暖色調 那些紅色 金黃色 那些這樣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到下午 即是色溫比較高的時候 但是有時候有雲海下來的時候 你也會拍出來的那些 相對來說色溫比較高的 但是那些雲是很白的 白雪雪的 那些雲海 即是有不同的感覺 不是說我只是一樣東西 你就可以全部都是靠那個什麼的 它不是這樣的 另外就是如果真的我們碰到有烏雲物報 山雨肉來 是吧 風雨肉來 風雨肉來 那時候你要拍出那種氣勢 很多時候可以利用地面的景物 去適當地跟那些黑雲 那些烏雲做一個襯托 這個時候拍出來的照片 雖然有點壓抑感 但是你會突出了一些雲層的氣勢 然後你可以把畫面的大面積 譬如三分之二的面積 甚至四分之三的面積 是表現一些雲 而下面的三分之一 或者四分之一 是用一些景物 如果是真的 好像剛才老李說 你能夠拿到一些反射 即是倒影的感覺的時候 其實那些雲不一定是完全倒影 可能是一些 好像一些水 有些水不是平鏡的水 但是它因為它有反射以後 它的光線在那裡弄出來 它一樣很有氣勢 很有立體感 而那些景物 因為一般那個時候 是比較暗的 地上那些 特別是一些樹 那些有些東西比較暗 但是它某些建築物 因為它的雲 有些光透出來 反而建築物的立體感 會更加強 這個時候 你如果能夠掌握好的角度 包括將雲的細部表現出來 這個時候就不要用萬門 因為用萬門那些雲那種層次的結構 就虛化了 就沒有那麼漂亮的 反而你要將它的層次 不同的深淺灰 深灰一直到黑 就是這樣的一個層次的變化 跟它的景物合在一起 它才能夠看出那種雲層的氣勢 這個時候呢 我就比較喜歡用港角鏡 很多時候 多數我都會用24 甚至有時現在我們16 都可以拍到這種 將畫面 盡量它的雲的氣勢 更加襯托出來 那我就最喜歡 為什麼我說說雲彩 是抒發個人感情的一種很重要的元素 在我的照片裡面 我最喜歡就是烏雲 烏雲為什麼呢 是壓抑 壓抑呢 並不代表我 我就很灰暗 在我的心裡 這種壓抑是因為我想表達我自己 這一輩子裡頭的一種心境 因為我們遇到很多很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需要用大自然的東西 去幫我去抒發感情 除了烏雲 我樣樣為我都喜歡 因為我經歷了不同時段的那種 有種這樣的經歷 所以我每一種 我都能夠盡量拍出來 看到我的作品 我就會看到我在所經歷的不同階段的 所有的很多事情 有歡樂有沉默有痛苦有什麼 所以我很喜歡影韻 好了老李 今天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請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每個星期五上午9點 在AM1450 美國中文電台粵語台 攝影有什麼照欄目 和大家再相會 今天就是這樣 大家拜拜 拜拜